上線一定要時間抽 時間抽必出五星形象 借著新手的游戶器 很大幾率抽到魔關油 相信大家都一定聽過課金這個字眼 其實它本來是日文收費的意思 即是課稅的課 但後來被遊戲玩家誤用成為付費的意思 然後今年就漸漸演變成為香港的朝語 你又有沒有課金的習慣呢? 有課金嗎? 也有 可能有些皮膚漂亮 即是自己開心 沒有打機 即是電話遊戲都怎樣 都沒有 我不會 我也不會 我覺得很無謂 我可以吃中了 有有有 五百至一千 不會 沒有錢 課金 玩的是單機遊戲 單機遊戲就是不用課金 一個月幾百元而已 OK 接受到 他能力範圍的話我就OK 如果可能課到沒有錢就OK 開心買不到 他開心OK的 我覺得沒有錢吃飯 如果另一半不給課金你會怎樣 不課 那不課 尊重單 不課也沒辦法 他不會知道課金 但他知道也不會罵我 他的樂趣 課金比課金好過課叫雞 走在旺角街頭 我們訪問了大約三十個人 有七成都說自己沒有打機 沒有課金的習慣 剩下的想不到 原來香港的情侶 女的善解日誼 男的聽話 不過世界上哪有這麼完美 在網上就經常見到感情問題個案 和課金有關係 音響耳機達人卡托 和不少香港人一樣 都有課金的習慣 近年平均每個月課1500至2000元 雖然數目未算驚人 但就曾經因為遊戲課金 和女朋友爭執 最終更加因為打機而分手收場 其實當時很少吵架 因為沉迷打機 成為了很少吵架當中 一個會吵大吵的位置 其實當時都是幾百元左右 小時間陪他 要經常看電話 可能是遊戲中有某些活動 你要趕著一起打 其實可能是有一群朋友一起打 即是跟他說 他說 你在陪我 你不要打也不行 少許吧 但是 反過來說 女朋友就沒有了 但是當時那群打機的朋友 到現在都還會 即不是在打同一隻遊戲 但都還會一起 吃吃聊聊聊其他 都仍然是 這群人仍然在一起 他是知道 他是知道我播金 但是又沒有阻止 因為一直都沒有很詳細地說 其實我究竟會在課金多少錢 你猜你說了之後 他會有甚麼發現 呃 Nitally 你知道你男朋友有課金嗎 近來知道 近來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有說過給我知道 那你覺得怎樣 沒甚麼問題 一男生都是這樣的 虛擬都是一個娛樂 都是 在男生心目中 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他 平時花在其他方面 或者花在我方面的錢 或者家裡方面的錢 是 經常都說沒錢 不行 甚麼都說不行 沒有錢 但是他又可以有很多錢 貨在手機那裡 我就會不行 遊戲的種類有很多 但是速洗人課金的方式 離不開過幾種 首署獎勵 期間限定 數量限定 新手限定 總之就是要給玩家 一種非買不可的感覺 其實花錢買開心是很合理的事 但是怎樣才叫做一個好的課金遊戲制度呢 再早期一點 其實有很多遊戲 特別是中國陣的遊戲 就很流行下一種叫VIP模式 那種就是你入了多少錢之後 你那個能力 你當是支撃 就會去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例如是有一種類似遊戲王的卡遊戲 在大陸那裡出國 但是呢 去到某一個貨獎金的level 那些人會有一張卡叫做 你是大貨獎 只要你出那張卡你就會贏了 那這些就是讓遊戲崩壞的了 因為你已經不再在那個體制裏面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卡是比較強一點 例如有一張卡是打你很多血鏡 那這個沒有問題的 Skin會是最健康的東西 但是Skin也是一個營運商最難去賺錢的東西 因為最不影響他們的體驗 我真的可以 我不要Skin可以玩到遊戲 絕大部份的手機遊戲 只要你不是想著跟人競技 不是想著比較 而是純粹想按一下東西玩一下 是不會需要付錢的 一定有些免費資源 一定會有些玩給你 當然絕對不會夠 你可以玩完所有東西 只要沒有那個比較的心 其實你是不會需要貨獎 我覺得打機就是要貨獎的 這幾次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貨獎跟一個買娛樂 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會想你入場看一部電影 是應該它有什麼質素才付錢 你看一部電影就應該要付錢 所以你不應該想 它這個質素我不值付錢 而是我開心就玩 有數據分析平台分析 2020年全球遊戲市場的各類遊戲收入 結果顯示 在26億移動遊戲玩家中 只有38%會為遊戲付費 但已經佔全球遊戲收入的48% 是按年增長率最高的遊戲率 比電腦和主機高出入賠又多 研發一隻的家用機 正常來說應該是貴過研發手遊 但賺回來的回報 的確手遊應該是高過家用機 很多的 這是一個不知為何的風氣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你叫它放一批手機 OK 我沒什麼所謂 但買一隻家用機 可能300元 覺得這麼貴 你們自己支持一下自己的控訴 這些都是手搖 有些時候一個產業死 不是因為有另一個產業的出現 而是因為你自己根本 都不是很投入在那個產業裡面